第21题 在这个坐标平面上有一个二次函数 y等于-x平方加6x-9 图形顶点是a点 而且这个函数图形跟y轴的交点是b点 如果现在我们在这个函数上取一点c点 在x轴上取一点珠点 使得这个四边形abcd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则要求珠点的坐标是多少 那我们先照顺序的慢慢来看 先看一下这个a点 a点是函数的顶点 那函数是y等于-x平方加6x-9 二次向系数是负的 所以这个二次函数呢 它的开口是向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顶点坐标是多少呢 把前两项把它刮号刮起来 提出负号 x平方-6x 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那这个要加9 加9完了之后呢 本来要马上-9 外面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呢必须要在后面再加9 也就是说呢 它就等于负的x-3的平方 那这个a点是它的顶点 顶点坐标x等于3 y坐标就是0 a点坐标30 再看b点坐标 这个b点呢是二次函数跟y轴的交点 和y轴的交点 y轴交点 那和y轴的交点呢 在y轴上的点 x坐标都是0 x等于0带入 y等于负x平方加6x减9 x等于0带入 带入之后刚好 y坐标就是负9 也就是b点的坐标 x等于0 y坐标负9 好 我们来画一个图来看一下 a点坐标30开口向下 b点坐标0-9 是跟y轴的交点 问题来了 在这个函数图形上 要取一点叫做c点 c点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你要知道 c点在哪里的话呢 必须从平行四边形来看 abc珠是平行四边形 珠点是在x轴上 那也就是说 这个c点呢 c点它这个bc线段呢 bc线段应该要跟a珠线段要平行 a珠应该要平行bc 虽然我不知道珠点在哪里 但是我知道珠点呢 就在x轴上 那这个a珠呢 其实就是x轴 既然要是平行四边形的话 那既然这个a珠要跟bc会平行 那a珠是x轴 所以bc呢 应该要跟x轴平行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 c点应该要在b点的右边 而且呢 跟bc点的y坐标应该要一样 c点的y坐标应该也是-9 那问题是c点的x坐标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来旁边算一下看看 这个二次函数叫做 y等于-x平方加6x减9 我们把y等于-9把它带入 好 -9两边都-9消掉了 所以呢 就得到-x平方加6x等于0 也就是说呢 x平方减6x会等于0 把x再提出来 x乘以x减6等于0 所以呢 x等于0或6 x等于0就是b点 0-9 那另外一个x等于6呢 当然就是c点 所以c点的坐标 这时候就知道 它是6-9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晓得咯 这个bc线段呢 它的长度是 等于6 bc既然等于6 代表这个a珠线段 也应该是6 珠点在x轴上 a珠线段等于6 那从这四个选项里面 我们就知道 这个珠点的坐标 应该是 90 或者是 这个a点的左边 -30的地方 那因为-30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我们就知道 珠点的坐标 就是90 答案选b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- 感谢观看